嗨,大家好,本节课我们将来学习如何做好APP移动营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点是什么是移动营销,第二点移动营销的优势 第三点移动营销的三大平台 那么本节课的目标便是对于什么是移动营销有一个初步的认知 第二点了解移动营销有哪些渠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移动营销 移动营销指的是面向移动终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用户 在移动终端上直接向目标用户 然后精准的传递一些个性化的信息 通过与消费者的信息互动达成市场营销目的的一种行为方式 举个例子我们看旁边这张图是微博的粉丝通 我们可以看到推荐位上面它是以游戏视频的方式来给用户来推荐这样一款产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移动营销的发展 中国移动营销市场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进步 以及移动载体内容优化和高流量增长 有着一些息息相关的关系 最初移动端外部端和流量是非常小的 移动端移动营销主要集中在短信财信 以及一些移动的增值业务上面然后比较简单 之后呢移动端外部内容还是处于一个探索期和沉淀期 有了一些少量的规模 移动互联网外部的广告也变因勇而生 但是量期很小 等到2009年到2011年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 APP的流量才会持续的增长 广告位 APP经过离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流量 但是这个时候基本还是没有广告位的 等到2011年的2014年的时候 APP端的流量持续在增长 广告位从无到有 从搜索视频积分墙等多元素的营销模式 开始变得百花齐放 但是整体还是以PC端为主 PC端广告程序化购买产品 表示在这个期间快速的成长 2014年进入移动程序化元年之后 随着移动端活力的全面爆发 移动程序化购买开始快速发展 高性价比的受众注意力 购买成为行业的方向 一体式程序化全案型 成为广告服务商基本的服务模式 差异化的受众以及差异化的用户标签 差异化的广告模式 成为主要的营销主线 那么这就是整个移动端营销的发展历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移动端营销的优势 第一点是有海量用户 我们可以通过有盟来看这样一组数据 就是移动端的活跃量 然后近一年内国内活跃设备总量 呈现不断的增长态势 2016年第二季度总量超过13亿 与第一季度相比呈现小幅度的增长 约是1.75% 这就说明在移动端营销的话 存在着一些海量的用户 这给我们的产品带来了 更多获取用户的可能性 第二点是用户画像精种 多种数据的匹配支持 比如说地域 性别 联力 手机的操作系统 以及用户的喜好等等 多维度的定向实现了精种营销 从而为产品带来更加精种的用户 就是说我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 可以通过更加精种的用户标签 来选择属于产品相关的一些用户 第三点是多维度的互动 多种广告的呈现形式 在提高用户体验的同时 也提高了用户与产品之间的匹配度 我们现在支持视频 九宫格 连接 信息流 图文等 第四点是场景化的影像 基于LBS或者WiFi 我们都知道 莫莫是一款基于LBS的地理位置 的社交软件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图 那么既然有地理位置这样的信息 那么便可以把商家的优惠信息 精种的推送 推送到目标区域的异项用户 吸引他们关注商家的账号 提升到电消费的转化率 那么除了莫莫这种基于LBS 四位置信息的场景营销 还有基于WiFi 技术的场景感知营销 常见的就是我们去机场 或者一家餐厅 连接某一个WiFi之后 它弹出来一个抛头页 或者说现在有一些产品 比如说WiFi密探 到商家之后 联网之后 我们可以收到一个跟商家有关的 消息推送 那么这都是属于 场景化的一些移动营销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移动营销的三大平台 移动营销的三大平台 分别是应用商店 社交网络 网络媒体 前面我们有具体的讲过 如何做好应用商店APP推广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 主要会针对另外两大平台展开 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的发展 一方面得益于智能手机的出现 另外一方面也得益于 移动通信业务的快速发展及普及 从PC时代的模糊网站 再到现在的QQ 微信 微博 无论何时 社交都会让不同空间 以及时间的人不断的重组和扩建 这不仅给生活带来了改变 也为移动产品的营销投放渠道提供了一些新的平台 网络媒体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大家获取资讯的渠道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然后脱离纸媒之后 那么这也增加了我们获取有效资讯的一些成本 我们每天不得不面对大量的碎片化 以及重复成语的信息 那么如何获取到和高质量的信息 如何获取到高质量信息 就显得至关重要 那么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网络媒体 他便开始使用用搜索引擎的方式来做资讯 他们基于 比如说他们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全面的分析用户的兴趣 这能推荐实时的需求资讯 并不断的进行演化 简单的来讲 就是当你在注册这个APP的时候 你所填入的所有信息 或者说你在使用第三方APP来登录的时候 那你这些信息之后 都会为他今后的一些大数据分析 提供一定的数据基础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使用今日头条来看相关的阅读信息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推送给你的内容会越来越清楚 那么总结一下 移动营销是什么 移动营销是依托于移动互联网 在移动端呈现给用户 以各种移动媒体形式发布产品 活动或者服务的相关信息的行为 移动营销的优势便是 它拥有海 海量用户 精种 多维度 并且场景化 那么本节课的作业辨识 试着通过调研或者了解 更多移动端产品的营销形式 比如说我刚才举例谈到了 今日头条 那么大家可以试着去了解一下 腾讯的微信 或者腾讯的广点通知之类的其他产品 好 本节课的面具到这里 谢谢大家